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流行毒株,但是却又再度传来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南非再度发现了一种新的变异毒株 B.1.1.529 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奥密克戎 奥密克戎毒株首先被发现的地方就是南非 随后在多个国家都被发现这类毒株的感染者 如今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传来奥密克戎的案例消息 虽然目前还未掌握更多和这类毒株有关的信息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有任何的放松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类病毒毒株是否会比达尔塔毒株更加的难产 甚至现有的疫苗很有可能对这种变异株效果并不是很好 针对奥密克戎毒株 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是传来了要封锁机场的消息 主要就是为了阻隔这类病毒的输入 这次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反应迅速 日本也紧急的宣布封国 这是各国都比较意外的 这次反应为何会这么快呢 很有可能和首相的形式风格有关系 岸田文雄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的首相 已经是下令原则上从11月30日开始 正式的对外国人入境进行限制 难道这一病毒如此严重 让只有两例输入性病例的日本如此高度紧张 此前南非卫生部长乔法赫拉11月25日宣布 该国发现了一种新型变异新冠病毒B.1.1529 这种病毒正在豪腾省的年轻人中快速传播 这种变异新冠病毒带有异常多的突变 可能更容易逃避免疫反应 并有较强的传染性 之后到了本月1号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南非首次被发现 不到四周就在当地的新冠病例中占据主导地位 南非当天新增8561例新冠确诊病例 已经连续两天翻番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表示 11月测序的所有病毒基因组中 有74%是奥密克戎毒株 早期流行病学数据显示 奥密克戎能够逃脱一些免疫保护 但现有的疫苗仍然能够预防重症和死亡 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种病毒已经在当地占据了主导病毒株的地位 这样的传播力确实不容小缺 而且从25号发现 到如今才过去了一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 奥地利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丹麦等十几个地区和国家 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病毒株 不得不说 他的威力在未来可能比达尔塔更强劲 果然 阿南德所言不虚 多个预言家和预言纷纷指向了今年的12月 会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 尤其是我在本频道中 出过一期关于11月30号的预言 这个日期来自于诸事记预言 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人为的改动 其实这正是他预言中提到的 而且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本频道的预言都是那些预言家所说的 并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 我只是将它客观的陈述了出来 里面带有着一些自己的理解 好了 回归咱们的正题 阿南德在预言中特别提到了12月10号这个节点 同时他也马上来到了 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值得 又是这次病毒出现造成的不好影响 阿南德说 他对天体的相应位置进行了多次的判断和分析 他觉得我们从2021年的6月份开始 一直到2021年的11月这个中间里 木星的一些运动轨迹 会对我们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 一些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陨石撞击木星的现象 这个事情在阿南德眼里可是非常了不得的现象 他觉得这次撞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这个陨石和木星相撞 会给我们世界带来黑暗的时刻 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的11月才能得到缓解 不但如此 他还觉得这种的现象会让我们出现全球温度变低 天气越来越冷 有一些物品资源会处于一个相当匮乏的状态 生产的食物也会减少 这样的一系列原因也会更加导致人口的流失 这些画的出现让很多网友们觉得他只是在制造氛围而已 只有很多人开始好奇了这个阿南德是怎么预言的呢 之前提到他学习了占星术 就是靠这个占星术来进行预言的 这个占星术是一个历史很久远的占星术了 是在大约公元3000年前 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那里有一群游牧民族 他们是看天上的星星 把他们对比神和动物做了一个划分 这就是占星术的来源 就是根据天体的位置和它的运动 从而解释我们人的命运和行为 阿南德也就是依靠这个占星术来进行预言的 只不过有很多人觉得 他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吸引大众的眼球 在2020年的时候 他说在2021年 让我们迎来了一场日式的灾难 而且天空中还会出现十分罕见的六星连珠现象 那时候就会出现土星和木星彼此相遇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 因此从今年10月份开始 他就说在2021年的10月到12月 会出现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经济会有很大浮动的波动 可能会有病情的变异和反弹 还有今年的天气特别寒冷 也让我们今年是以往最冷的一年 并且在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里 会产生卡达修瑜伽的现象 在2022年的4月 还会因为出现火星和土星的相遇 对我们产生影响 他还表示 我们会出现这样的灾难是对我们的惩罚 我们不应该再去破坏生态平衡了 其实自从我们进入到现代的社会后 就开始对我们的家园造成了很多伤害 各种开发 各种燃料 为了出行方便 去食用小动物 是为了一具不知道哪里传来的 有营养的活 这样不能节制控制下来的 就会产生更大的灾难 源头有可 而且在11月6号新上传的视频中 他称又会爆发新一波的病毒 此前其实大多数人都相信他 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有过这样的预言 大概内容是说 2020年12月20日这天 太阳 金星 木星 水星 土星 以及月亮 将会连成一条线 这种罕见的六星连珠的天象 将会给人类带来极为不好的影响 可是大家们都不信以为真 就在大家们一片质疑和嘲笑声中 果不其然 就在这一天 英国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树 并且这种变异毒树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向全世界蔓延 而随后 米国便陷入了疫情的高爆发阶段 每天大概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感染 而这一次的成功语言 彻底将阿南德的名声打响了 成名之后的阿南德 一举一动都得到了全网的关注 就在大家期待疫情早点结束的时候 阿南德最新一期的预言 再一次将一泡冷水彻彻底底地 扣到了大家的心头上 这一次 阿南德同样以视频的方式在网上预言 他表示 在今年12月10日到2022年的5月之间 会发生很多全球性的灾难 比如说能源危机等等 而针对疫情的情况 他也预言 从今年12月的第二个周期 也就是咱们说的12月10号左右这个时间段 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疫情危机 或者是新冠病毒的传染范围将继续扩大 他通过木星逆行的天象 推测出很多的疫苗的接种率高的国家 感染率将会上升 比如说英国 漂亮国等等 而这时候 这种新病毒的出现 无疑又要实现了 可以看得出来 阿南德在质疑疫苗并不能有效抑制疫情的情况 然而阿南德还说 除了近期的疫情蔓延和经济能源的危机之外 全球气候的变迁也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2021年的冬天可能会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明年的5月份 也就是说在明年的5月份之前 人们可能都会遇到大寒大雨这样的状况 而范围被确定在整个亚洲和欧洲地区 直到明年的4月23日之后 木星离开了水瓶座 这一切才会有好转 就目前而言 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北方暴雪天气不断增加的情况 一层楼高的积雪 突如其来的严寒天气 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出行 更让这个冬天变得寒冷了起来 而在此之前 国内的多家工厂也宣布 因为限电导致的停工停产的消息 再一次应证了阿南德能源危机的预测 一时间让很多人不得不怀疑 难道未来真的可以预测吗 咱们只能等待之后的变化了 而且日本封国着实非常奇怪 你想想 在夏季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 日本都没有宣布让奥运会延期 但如今才输入了两例 就如此大费周章 着实令人生意 同时在这里也想呼吁 真的要好好爱护我们的环境了 因为所有的相生相克 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大资产变化的 为何会在19年之后 我们的世界会变成这样 难道我们就没有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不正是我们人类肆意挥霍自然资源 还有对大自然践踏的结果吗 如果我们人类再不反省 可能等待我们的真的不是疫情 自然灾害这样的事情了 可能真的会上升到地球毁灭 人类灭亡 这样的世界末日出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下期咱们不见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